王翠儀早幾天跟好朋友唐思榮慶祝生日 還不怕胖地跟對方吃了六個蛋糕 不過為何要等老公孝靜男做事才可以出門口 難道他不給? 是啊,我都沒有猜到那麼多 因為一開始跟他慶祝生日 後來約了一些生日飯 他又自己約了一些生日飯又叫我 最後我和他一起吃了六次飯 切了六個蛋糕 我都猜不到 我真的好像變了他身邊的男人 加上我現在剪斷了頭髮更加像 因為我是一個嫌妻 其實Erin現在上班的時間多 留在家的時間已經少了 如果他留在家的時候出去 我實在太過不孝了 所以我通常一出門口就會打電話 我可以出門口 我才出車 又不影響我的形象 我又可以出去玩 那你催呢? 停完結婚是否也想他做一個嫌妻? 又不是叫吹的 我希望他找到他的幸福 希望他找到他喜歡的人 和喜歡他的人 但接下來他要連續開三部劇 所以這個時候如果我 他認識到任何男生 對那個男生不是好事 因為他不會有時間 所以這段時間他還是要用心 和工作談戀愛 現在兩夫妻的門口 要拍劇 那就要推遲做人大計 其實沒有什麼計劃 一直都好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比較野性的人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 那個時刻 我覺得應該要試做什麼 我們就會做 所以 特別是這套劇 因為監製在很早之前找我 那時候我都跟Erin說這個角色 他覺得很吸引 他都叫我要努力演這個角色 所以現在這個時刻 我們兩個一起做好 我們現在有工作事 始終現在有工作也不容易 所以我們都很感恩可以有工作 再次可以解決